我們看這一題 他問有關磁場的敘述何則正確 我們看一選項 在磁場中的銅會被磁化 這是錯啦 銅不是磁吸物質 所以不會被磁化 那個磁吸物質大概就是 鐵、鈺、鈺、鈺 銅不是磁吸物質 這樣我們看B選項 磁級受力越大的地方 磁場越弱 這是錯啦 越強才對 這樣我們看看C選項 把磁針N級在磁場中所受力的方向 定義為磁場方向 這個對的 磁場方向就是N級受力的方向 這樣我們看B選項 D磁N級和D的北極在同一個位置 這個錯啦 這個D磁N級是在哪邊 是在南半球 這是N級 這是S級 然後D磁的方向是這樣子 D磁的磁力線 這樣繞 所以 那個地球的磁針 比如說在赤道的時候 它磁針都是指向北方 地球的 表面上的磁針 都指向北方 為什麼 因為那個D磁的 磁力線的方向 是由 由南到北 由南到北 所以 那個 D磁N級 是在地球的南方 不是北方 不是北方 所以的話 所以D這個選項的話 他說D磁的N級 和D里北極 D里北極在這裡 他說 朋友為什麼這是錯的 所以對的選項 就只有C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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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